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性格非常豪放爽快 不仅能够唱歌跳舞 还可以写歌词 谱乐曲呢 领导非常欣赏王翰 于是就给王翰升了官 让他负责给在边赛打仗的士兵们送粮食 顺便也能表演一下节目 给士兵们加油打气 王翰也非常欢喜地接受了这个官职 这一天王翰把粮食送到边赛 将士们正在做打仗前的准备 他们摆好了酒桌 打算痛快地喝一场 王翰看到这场景 马上就挥笔写了一首诗 配上音乐 给将士们表演助兴 而这首诗呀 就是梁舟词 梁舟词 唐 王翰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影枇杷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鼓来征战 几人回 梁舟 梁舟是西北边赛的一个地方 而梁舟词呢 是唐代流行的一个取调名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影枇杷 马上催 将士们用精美的夜光酒杯 盛满了美味的葡萄酒 正准备喝呢 王翰就坐在马背上 弹起了琵琶 于是 在王翰歌舞表演的助兴下 将士们都痛快地喝了好多酒 看着这个场景 王翰忍不住感叹道 醉卧沙场 君莫笑 鼓来征战 几人回 将士们一个个都喝得有点醉了 还有的人直接倒在地上睡着了呢 哎 你们可别笑话这些士兵们 就让他们痛快地喝一尝吧 自古以来 去打仗的将士们 有多少人可以平安回来的呢 一讲到边赛 似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边赛都是又荒凉又艰苦的地方 而战争又非常残酷 比如王昌林写的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士兵们常年在边赛打仗 有家也回不去 但是王汉偏偏不写边赛的苦和战争的残酷 而是塑造了将士们洒脱豪放的形象 在这首诗里 王汉非常细腻地描写了士兵们大口喝酒 尽情狂欢的场景 你看将士们喝着葡萄梅酒 甚至有的人喝得醉醺醺的 直接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 大家都尽情地狂欢 又唱又跳的 就好像在开派对呢 哎 马上就要打仗了 将士们还高兴地开派对 真的没关系吗 可是你想想啊 将士们喝完这一场 马上就要奔向战场 用自己的生命去跟敌人战斗 守卫自己的国家 这一战是胜利 还是会惨败 自己还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家乡 和自己的亲人团聚呢 不知道 但是啊 将士们早就已经不去想生和死的问题了 他们只知道 他们是保卫国家的战士 他们将一腔热血都装进酒杯里了 喝酒喝得多豪放 打仗冲锋就冲得多勇猛 王汉的这首《梁州词》 不写战争的残酷 而是通过描写西北边赛的将士们 在出征前开怀痛饮的场景 表达了将士们洒脱豪放 誓死报国的情怀 真不愧是一首令人赞叹的编赛诗呢 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梁州词 糖 王汉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影枇杷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鼓来征战 几人回 下期节目 我们一起来欣赏诗人 李商颖的作品 嫦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by bwd6